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跟着父子闯世界的八集 你看看我现在身无风吻 骑着小海豹在大海中漂泊 你问我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明明在家受甘特内的 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海上了 父子和小师弟也不见了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害怕呀 晚上两张床都没有 而且还感冒了 声音都嘶哑了 哎呀我终于找到一片小岛啊 咦前面有人 说不定是父子和小师弟呢 哎呀小师弟真勇敢 那但是好像不是 哈喽你是洛飞的师姐吧 你总算是找来了 我们在这儿等你嘞 哦你好你叫风姓子 哈哈你叫我洛天就好 我也是遇到时空风暴 穿越到这里来的 相逢即是有缘 你和我们一起混吧 嗯好的欢迎你的加入 小师弟小师弟你没事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那个洛天什么情况 哈哈师姐我们穿越了 好酷对不对 洛天是我新交的朋友呢 他人还不错 你可不能欺负他哦 嘿这个臭小子 说的我好像是母老婆似的 有什么好欺负的 一个小屁孩而已 哎夫子过来了 夫子夫子好久不见 你有没有 看到我 好了人都到齐了 哦不对还多了一个洛天 我们现在是身无风纹 手无寸铁 但是我们有勤劳的双手 这要勤奋一点 一定会比以前过得更好的 准备点食物和木头 下矿吧 是大叔 那天夫子明明那么年轻 你竟然叫他大叔 哈哈我这是尊称 我总不能叫他大哥吧 那好吧 记住你说的是尊称 不是真的脑啊 是是是尊称 他一点都不老 只是比我们三个都老 哈哈哈哈 我挖了点石头 很快做那套石器 还得再去砍点树才行 你又托我的摩托 是不是小师弟 打你 你打我干啥 我过来杀羊的 哎呀羊都上树了 不好意思哈 谁让你有强客呢 那你在下面捡吧 哎没掉下去 这可不怨我哈 哎孔夫子果然没说错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我们四个就你最小 所以你是小人 嗯 你你你你这是狡辩 谁让你说我来着 我就是狡辩 怎么的你咬我呀 哈哈哈哈 不跟你瞎扯 我要干这事了 杀点动物弄点吃的 哇好多铁呀 太好了 有了铁我就可以直搭钻石层了 再转转 说不定还能挖的铁呢 哇还有好多美 这个火把也还是要多做一些的 这个小矿洞真的好富有啊 你看我又挖到了铁 哎呀来给我点好东西呗 哎呀他也好大方哎是吧 哎呀我觉得捡的宝了 比我们之前的那个巨头可就好多了 哎呀你看底下又有好东西肯定 诺飞和诺天也不知道下矿没 我觉得我这些铁都够我们三个人做铁告和铁剑的了 先念铁和烤肉 一个奴子上的太慢了 再挖点土块多做几个 碎石堆 这里还是碎石堆 怎么那么多呀 哎 我在周围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土块 哎呀我不等了 我的下面再去念吧 反正现在已经有一个 哎呀 他还挺肥呀你 讨厌 哎呀呀我快死了 差点就死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专心挖矿了哦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